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地點比較奇怪 因為我通常開箱的時候是在週末的時候 是在一個羅德島的一個工作室 那今天這邊是我住的公寓 因為目前還在整修中 所以看起來很像廢墟 不過這不是重點 為什麼今天要特別在這邊開箱呢 因為我剛收到了一個包裹 是我期待非常久的 這是 Christina Aguilera的首張同名專輯的20週年版本 那因為它在它的官網上面有一些bundle的版本 有一些豪華通困的版本 所以 我非常的期待 也有點緊張 想說 因為我剛收到包裹 所以想說來 就馬上來拍個開箱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吧 收到的包裹總共有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沒意外就是海報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就一開始還有點期待說 會不會有一個精美的盒子 看來是我想太多了 那要先開哪一個呢 先開海報好了 我之前買Bionic的時候 也是有送海報 然後我的海報被壓得七八爛 這是還有一個卷筒 裡面還有這樣子包子 還算蠻貼心的 就是它的海報 我覺得質感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 因為它的 紙 算是還蠻厚棒的 可以看 這就是海報的部分 接下來就是 這包 這個包裹 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裡面呢 就是有很多包裝不一樣的包裹 一個就是 登登 有紙盒裝的黑膠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青筆簽名 終於拿到了 這就是它的青筆簽名 我的天啊 奇跡的一個大了 然後它因為它是有 它是有油水編號 我是1000裡面的555 這真的很有經驗價值耶 看了有點感動有點想哭 我覺得這一張就夠了 非常值得 那我們再接下來看 我原本說霹靂腰包 但它其實不是腰包 它就是一個筆帶吧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有趣 裡面是黑色的 很有趣的一個周邊 嗯 應該是不會用 只是純粹收藏用 下一個是什麼呢 我覺得好像在開那個聖誕節的 就是很像在開聖誕節的禮物 還有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包裹的東西 啊 啊 錄音帶 這個就先原諒我沒有要打開耶 因為我比較喜歡它沒有彩封的感覺 但其實就是它的專輯封面這樣 然後 後面就是它的曲 對這個就是錄音帶 接下來是哪一個勒 喔 T-Shirt 其實我在美國買衣服啊 我有時候真的不知道買什麼尺寸 有時候買S太小 有時候買M太大 那這一次因為 我覺得我自己最近好像有點變胖了 所以我就買了M 我覺得應該是太大了吧 雖然我平常也不會穿 穿穿看 OK 印刷的部分我覺得 那我現在就直接穿吧 我覺得好像還可以喔 肩線都還差不多 然後我買的是M 然後我身高是173 體重是達過快70公斤 還不錯 只是它的臉色有點蒼白就是了 OK 那接下來呢 就是重頭戲啦 我們現在要開箱的就是它的黑膠部分 又就是它的黑膠 非常有誠意的 還用了一個紙盒先包裝好 我覺得它包得還不錯啊 算滿精細的 但是呢 很可惜的它 下面有一點破掉這邊 然後這邊有點折到 好像彩膠的這種透明套就是很容易邊邊破掉 我之前買瑪莉亞凱莉的也是破掉 Anyway 反正這個就是它的彩膠 那因為我現在在波士頓這邊我沒有 我沒有唱盤機 所以今天可能沒有辦法 今天可能沒有辦法 播給大家聽 但是我們可以 打開來看裡面長什麼樣 先看一下還沒拆開就是 就是一個透明塑膠套 然後採在 然後它是它的背面 就是它的曲目跟 工作人員名單 就是採到正面 然後這是背面 下載的序號 然後我剛才整體的時候我又看到 掉出了一張東西就是 貼紙 閃亮亮的 Christina Aguilera 3 Wishes Productions 三個願望天使 所以啦 這就是今天的開箱 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其實有這一個我就是 心滿意組了 再加上這一張 還有 還有我穿的這一個 我覺得它其實 它雖然沒有 它雖然沒有用一個 很精美的盒子 是包裝 但是其實這樣子我已經心滿意組 我覺得真的是很有誠意的 然後在價格上我也覺得很合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開箱 那如果也有買這一個 幫兜的朋友也請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看你的感想是什麼 或者是 你的序號是 你的簽名的序號是多少 那我們今天就先開箱到這邊 有問題的話 請可以在下面留言 拜拜 拜拜